短暫研席永恒记忆的凯校青年领袖营 2024年凯达格兰学校第14期青年领袖研席营 7月9日到7月11日在台南美术馆二馆举行 创办人阿扁应邀讲授台湾民主的未来 从1990年代以来的国会改革 包括国会全面改选的261号释宪案 争取国会调查权的325号释宪案 2004年319 真条会特别条例违背权力分立与制衡 原则被宣告无效的585号释宪案 2005年有关单一选区两票制等改革的第七次修宪 谈到选举万岁 人民最大的公民投票直接民主 以弃国家领导人应具备的人格特质 三例领导力决断力执行力 及三性霸性任性土性 霸性就是承担任性就是坚持 土性就是冒险 最后并让年轻学员问饱问满 针对许多政治议题 经由阿扁的客观解说 学员深入理解 收获满满 在坐在讲台上的团体照 逐一自拍的个人合影 签名之后 欲罢不能 最后一天学员经由各自责定主题 分组报告 精彩展现三天的学习成果 高潮迭起 在欢乐声中拿到结业证书 预约后会有期 幸福飞翔 凯校政经学院国家领导与发展策略班 第29期也将在9月于台中开学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就读 一起做阿扁的学生